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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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喜歡跟風感流行 想要走在時代的尖端 但竟然有人連生病也要跟流行 趕快來聽一下 醫師們的超傻眼大爆料 而今晚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今天是俊男美女 這個我們常常講有名人笑 有名人做的廣告 會帶動一波的熱潮 但名人生什麼病的時候 大家也會很關心 我記得有一陣子 大家不是很多藝人什麼大腸癌 陸陸續續的時候 大家都拚命趕快去照直腸鏡 胃鏡等等 比如最近像小禎講那個什麼 多囊性 大家好像對多囊性問題開始 要再熱烈討論 我們看看 名人病 我們也有 這些症狀跟我好像 到底有哪些是會有 跟風的呢 其實像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案例 安吉利娜丘利 她做了預防性的 兩邊乳房的切除 其實像 因為這個關係的時候 讓那一陣子的乳癌 變得非常非常的流行 大家不都記得乳癌 像我在門診就有幾個病例 現在有一個太太三十幾歲的女性 她就跑來我門診 她就說她要檢查乳房 她要做乳房超音波還有攝影 我就說藝影的年紀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談過 其實一般攝影師 給45歲以上的婦女在做的 其實45歲以下的婦女 其實你做攝影並沒有比超音波好 我就說你只要做超音波就可以了 因為事實上 我幫她促整的時候 是什麼都沒摸到 老闆蕾超音波都覺得 沒有一定要做 可是因為她真的很 她一直說 她的媽媽得到乳癌 她的阿姨得到乳癌 所以她覺得 她得到乳癌機率極高 就跟她情形是很像 她根本沒有乳癌 她非常的優越自由的乳癌 所以我幫她找完超音波沒事之後 她一直問我要幫她做攝影 她說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很難拒絕她 所以我還是就幫她做了一個攝影 她做完之後也都沒有事 我就說好那你沒關係 那你這樣可以放心了吧 你一年之後再來追蹤就好了 結果她兩個月又跑回來 她又說 她現在覺得乳癌有點痛痛 要求我再幫她做一次超音波 我就會幫她處走 我就說沒事 而且你兩個月之前 才做了超音波 又做了攝影 都沒事應該沒有關係 我就跟她講快半小時 快要我實在受不了 我知道在我下誕的時候 趁那個超音波是還沒關係的時候 自己把她帶下去 因為我不敢用健保再幫她照 因為太密集了 結果我就自己幫她照 又沒事 就這樣一年 那一年 她每隔兩個月都來找我一次 那一年我幫她總共幫她做了八次的超音波 她就一直很擔憂 她就一直很擔憂 她最後她身上來問我說 那她這樣子她媽媽也有 她阿姨也有 她是不是要預防性的切掉 就很誇張 就跟那個安傑莉娜求利 她就想說她是不是也要這樣做 那其實我有另外一個案例 她是乳房蓋化的病人 她是四十幾歲 她也是 她是沒有怎麼樣 她是例行性的檢查 發現她是乳房蓋化 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還有一個得證 四十五左右以上 她就會自動兩年幫你做一次攝影 她在攝影裡面被發現兩邊的乳房蓋化 結果她就被要求回門診來做檢查 我一看到她乳房蓋化之後 我就幫她做超音波 我說你這個蓋化看起來是良性的沒事 她就非常緊張 她就問我說我的蓋化有幾顆 我說你那蓋化 到處都是一點一點沒辦法算幾顆 她說兩邊都有嗎 我說對 她說那我是不是要預防性的把它切掉 因為我聽人家說 我就說對 你這講的是對 但是你這個有點因果導致 就是說 因為會蓋化的原因實在太多了 其實年紀大就會蓋化 很多良性的腫瘤也會蓋化 你受傷也會蓋化 那惡性的會蓋化也沒有錯 只是我們有時候要從那個蓋化的形狀 去判別你是良性還是惡性 但是不是說你今天這個蓋化 如果是良性的 你擺久之後 這個蓋化會吃進你乳來長出來 不會 可是她那個蓋化在我們攝影底下看起來 就是良性的 所以我們當作說這個不用處理 她還要求我去把它蓋化都通通拿出來 我說那蓋化這樣十幾顆 每個地方 而且散布這樣我不是變成要兩邊切掉 所以她這個叫預防嗎 可是你對她的動作 到底是鼓勵呢 還是說不可能 對我說 我說如果說今天她 因為安潔利亞球的關係 讓大家知道乳來這個毛病 有定期來檢查我覺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過濾的話就很不好了 你早切斷 對就是人家已經來檢查了 你又沒事 你就沒事 而且兩個月中你檢查還是會不會太頻繁 她就非常頻繁 因為她就兩個月 她只在主房一疼痛她就跑來找我 她就說她覺得怪怪的 我就說很多主房都會疼痛 你那個月經來前路也會痛 那她就這樣子 就這樣一痛就來 一痛就來 之前她還沒有這麼過濾 之前在電視上看到這個消息之後 她就一直覺得自己得到乳癌 另外各位觀眾講解的是說 安潔利亞球利 她是做了基因檢測 她做了基因檢測之後 她因為有幾個基因都被查出來 就跟癌症有關係 有可能會有 所以她之後他們預測她 這一輩子會得到乳癌機率非常高 所以建議她把另外一邊切掉 但是這邊也 但是這個動作其實在我們醫界 是引起了很廣泛的爭論 我們不認為預防切除是對的 但是也有一派醫生認為 所以我就問醫師這個論點 那你不要開車 開車會車禍啊 對 她的意思是 你自己被你車禍不好 你不要吃飯都會噎死喔 你視力比較不好不要開車嗎 你戴眼鏡一樣可以開車 所以我才說這個事情其實 而且安潔利亞球利 這個基因檢測這個觀念 其實現在是非常非常流行 其實國外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你說 因為基因檢測的關係 去做一些預防的切除的動作 這個還很爭論 安潔利亞球利 她切完乳房之後又切掉卵巢 原因是因為他們這種家族性的 是發生率可能高達四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就是說 她有一半的機會會得卵巢癌 那她基率比一般人高太多了 一般人可能幾百分之一 但她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不一樣台灣真的家族性 如果真碰到這樣你會鼓勵她切 醫學上目前對這種高 機率很高的是 還是鼓勵 是並沒有反對 並沒有真的反對 但是台灣這種機率很低 台灣的家族性的乳癌 或家族性的卵巢癌都很低 所以其實我看到的那個卵巢癌 幾乎都是家族裡面第一位 每個大部分都第一位 那到現在這麼多年來 我已經30年的時間了 我總共只有看到一個家族是 五個姊妹 她來的時候她是父母癌 父母癌跟卵巢癌是同一類的 那她的姐姐卵巢癌死掉了 然後大姐的女兒又卵巢癌了 後來也又死掉了 三十幾歲就死掉了 那她的另外兩個姊妹是乳癌 那她本人是父母癌 所以差不多四個了 我就跟她說你 我說你另外那個可能也會得到 這要小心 過了幾年她又跟我說 那個妹妹也乳癌了 所以五個姊妹無人姓眠 那下一代 我說下一代全部找來 應該會再發現問題 所以像這種情形的話 家族性的就很明顯了 因為全家都是 那這種機率在台灣 我30年來 這麼久的時間 總共只有看到一個家族 所以台灣這種機率說 在歐美他們說有5%的 這個卵巢癌可能有家族性 台灣連1%都沒有 所以沒有理由說通通都抓起來切掉 我外婆就是乳癌死掉的 所以那我會不會得乳癌 沒有 她是你的直系血親 所以你得到乳癌機會比人家高 所以我才說 其實這個觀念還是很正義 像在我們 至少在我們醫院 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因為我們所有接下來的病理組織 一定要如果你是健康的 你把人家切掉 你就會被 就會被拿出來檢討 而且像比如說你右邊的乳癌 你有看過人家右邊的乳癌 因為你得到右邊的乳癌 所以你左邊也切掉嗎 也沒有 你切到右邊就是切右邊 然後得到嘴就切 不會有人說另外一邊拿掉 而且像基因檢測的觀念 大家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安潔利納球衣 他是幾乎把他整個身體的基因都檢查過了 然後說 因為他有這些基因 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乳癌跟卵巢癌 但是現在在我們台灣 如果你假設你也去做安潔利納球衣 那種基因檢測 你做完了之後 你在台灣基本上你不會找到醫生 願意去幫你把乳房先前療 對 因為好好的 因為爭議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就是說 其實基因檢測有它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像我們乳癌現在在做的基因檢測 不是說去預測說 你會多少繼續得到乳癌 現在做的基因檢測是說 你得到乳癌之後 你去做基因檢測 我們可以 預測哪些化癌的藥對你比較有效 你不用繞一個彎 就好像說 比如說理論上 我們大家都第一線先打什麼藥 第二線先打什麼藥 可是因為你的基因已經告訴我們 你對第一線的藥可能會有抗議 你可以直接打到第二線去 我們現在基因檢測是這樣子 我也自己也碰到過一例 就是說他覺得說 他應該是要把卵巢切掉 我們以前卵巢切掉 確實是有順便切掉 就是說你剛好子宮開刀 那已經接近跟著一起 或者已經停經了 會順便切掉 目前也還是有這種做法 就是說幾乎沒有用途 他是專程想把它切掉 我說你知道手術本身有風險 我都知道 我說麻醉風險 我都知道 我說開刀有風險 我都知道 我說你通通查都知道 我說他說你們現在用護槍鏡就可以做了 開三個小動就可以把我弄好了 我說這個有風險 我知道 我自己負責 我說你為什麼會這麼的那個 他說我告訴你 我就是因為讀很多 我知道卵巢很難早期發現 大部分都發現就第三期 幹去割一割算 對 他一直在吵 我說我先同意 我說已經被你煩得受不了 對被我煩得受不了 我說你先看精神推試我去看 他說去看精神推試 他說我也受不了你了 我受不了你一天就跑來找這個 我覺得你沒有病 結果唯一的問題就是立病症 然後他一直跟我說 我說這個健保不通意 我自己付錢 我自己付錢 我把他割掉 什麼都可以了 你就幫我割掉 對 你就幫我割掉就好了 後來一直來吵 一直來吵 後來快下跪了 吵 講了一直哭 我說 那有這麼多醫師 為什麼要找你割照 他認為說 比較出名啊 那他之後我專長舒服科癌症 這個 這需要這樣說嗎 這不是本來的常識嗎 我之前就在講說 我每年在追蹤那個 零點幾公分的那個 他說 為什麼要追蹤 你就乾脆把我一次把他弄起來 他說不需要 能夠共存就共存 他們不會理我的 不是我花錢 不是你是共存就好 不是我把他綁起來就好 不是共存就好 沒有沒有 因為你做這個動作 今天他不是說 像那個很簡單 比如說我今天長在皮膚上面 你有一個痣 你說你看他很不順眼 你問我說他十年二十年之後 會不會變癌症 我不能跟你保證 可是你又一直覺得他很醜 你想要割掉 我覺得可以割掉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懂為什麼 可是今天做你這個動作 他是要做血管酸塞的 腦血管 對 他是要去酸塞 你要酸塞那個血管 他是要去酸塞的 那你一定要等他變大才能動 對 意思是說 沒有沒有 他不是說等他變大才能動 是說 比如說你今年測是一公分 你明年再照那個 那個斷層攝影 發現他是兩公分 明顯在變大 我們就會建議你去弄掉 對 我的意思說 可是你在一公分去塞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一定的風險 對 我的意思說 都有了 人家都還不願意做 你是沒有還要切除掉 所以我就說 你們醫師角度 站不站成這個 他又說安潔定要求你 不一樣的例子 這個會鼓動大家 想去做一個預防 你知道嗎 其實國內我現在知道 就是開乳癌 把人家另外一邊開掉 只有一個案例而已 那個案例 那個病人 病患本身是他的妹妹 他是一個外科醫師 他是他的妹妹 他是左邊乳癌 然後右邊概化非常多 非常多 他一直覺得 他妹妹右邊的乳房很危險 所以他在開到的時候 兩邊都把他拿掉 但是因為他妹妹所以他沒有被告 我們台灣 其實中央研究院 有一個人體基因庫 他那個主任就常常在宣導說 因為台灣的基因跟亞洲型的 跟他們西方的事實上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不會有基因來判斷 我要不要去切除這個動作 那是一個多餘的 那還不如就像剛剛 兩位醫師提到 就定期做一些篩檢就可以了 那我這地方呢 有一個個案就是 他本身他是一個上櫃的一個動娘 差不多 將近四十歲 所以算蠻年輕的 因為他家裡面呢 四個小孩子 有兩個就是因為乳癌 他本身他的兄弟姐妹 有兩個呢 就是因為肺癌和直腸癌 然後呢去之後就往生 很早差不多在三十幾歲 不到四十歲往生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 腺體癌 那乳癌本身他也是屬於腺體癌 所以他每一次呢 只要安傑莉娜球莉那一件事情 發生以後 他就是常常去找一些 乳症外科的醫生 然後呢 在什麼時候找 就每次來月經的前後 他就去找 他就說這邊會痛啊 這邊會痛 真的很痛 而且都摸得到一粒一粒的 那樣硬硬的這樣子 他就非常擔心這件事情 那醫生其實也有跟他提過說 其實最常見在月經前後 又是三十幾歲 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 乳房纖維腺瘤 他是一個比較是屬於良性的這樣 在做的話 其實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那樣的現象 這樣 可是他就是很擔心 因為他家呢 兄弟姐妹四個 就因為兩個呢 離癌就往生了 而且他又在 又是上規上市 正好呢 要競爭財產的時候 因為他先生是長子 還有一個呢 是他的弟弟 他們要互相競爭 所以那段時間壓力非常大 好 那結果他去所有 每一年他就去做 那種比較高檔次的自費 全身自費健檢 差不多五到六 每一年都去做這樣子 直到有一個嘉醫科醫生說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身心科 這樣子 就像剛剛鄭教授講的 律病症 但只是他不方便講出來 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要去看呢 其實他主要就是因為 他體重驟降 在一個月之內 降了六公斤 那可是我們癌症十大危險的 第一個 就是不明原因的體重下降 所以他當然會擔心 所以他才願意去花 每一年花這麼多的高級健檢的費用 直到嘉醫科醫生就跟他講說 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建議你真的就去看看身心科 這樣子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對乳癌這件事情有個概念 因為基因的不同 以我們台灣來講這個型態 它主要是跟壓力有關 它比較會跟壓力有關 所以通常一般來講 以癌症的話 我們第一個一定要避免壓力 要不然的話 你本來好好的東西 跟你和平共存的 你會變成壞東西 就開始刺激你這樣子 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轉介來我們這地方 然後去幫他做一些身心評估 一般來講 我們身體裡面會有抗壓指數 差不多2000是正常 可是他一測量的話 已經降到了100了 這樣 所以相對來講壓力很大 所以會造成他體重 因為壓力荷爾蒙等等 會全身心理破壞 造成他體重會下降 之後就藉由說一些 這樣聽起來也蠻容易生病的 非常 而且很容易感冒等等 小病 對 抵抗力越來越差 對 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是可以彈回來的 不是說我今天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不能彈回來 不會 當你生活作息改變 然後睡眠時間習慣 你如果擔心得乳癌 你還不如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要看三吸手機 因為藍光也是他們現在認為的 一個狀況之一 我這個case的話 她是這個女兒是也是看到這樣的新聞 然後她就覺得她的媽媽 好像乳房的大小不太一樣這樣子 然後其實她媽有注意到 因為那個老 我們生完小孩乳房會變鬆 然後下垂什麼的 就她媽就是真的有一邊是變得比較小 而且皮膚變硬硬的 結果她就真的把她媽帶來醫院 結果再仔細檢查 其實她那個就是靠近肝的 這個正面皮膚也是硬硬的 她已經乳癌轉到肝臟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因為媒體有講這個乳癌 所以家人也會去幫忙注意 這就比較正面 正面的 對 可是這個 不過這個已經蠻磨氣 妳是算益有很多嗎 運氣還不錯 剛好看到這一段 你們去檢查 就像以前檢查 她也不是說她為什麼檢查大腸癌 她是因為她的父親有 人家說有基因 她就順便 那我爸爸有她去檢查 結果果然發現有 其實還蠻多人是這樣的 其實瓜哥一直講這個基因的問題 其實你要講那個基因 在癌症裡面的角色很複雜 我們簡單的跟各位講一個觀念就好了 其實 很少會有一個基因的突變 一個基因的突變去造成癌症 很少 非常非常少 大部分應該這樣講 假設你 十個治癌基因 假設這十個基因 你都要有問題 你才會得到乳癌 可是你身上自然會有 大概也會有另外十個叫做 其實等於說你要有 這個十個治療基因 你可能要有五六個壞掉 加上你保護的五六個壞掉 之後才會產生乳癌 壓力就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壓力就跟免疫力有關係 就是如果你今天 一直長期處在高壓下 你免疫力就很差 有些癌細胞在早期的時候 它雖然已經癌化了 可是免疫細胞會自然把它移掉 可是如果你壓力一直很大 你的免疫細胞就會失去功能 就沒辦法辨證出這些癌細胞 就不會把它移掉 癌症就會長出來 像有些癌症家族 他全家都得癌症 可是不一樣是一定的癌症 這種家族通常是因為 你身上修補那個癌症的基因 就是保護的基因比較少 所以它變成說 他們很容易遇到一些事情 然後就 遇到一些破壞 然後就轉成癌症 可是不一定轉成一樣的癌症 現在大腸癌真的越來越多 就是新聞喔 大概每個星期都會報一次 以前那個時候 還有像這個 楊烈 不是像後期 楊烈的 對 那時候我們就嚇死了 我們都同樣作秀 吃同樣的便當 好可怕 其實喔 現在因為大腸癌症癌 發生越來越高 已經連續八年 今年已經第八年 第一名 對 沒有錯 那所以大腸癌 其實在 我們門診其實有很多很多 就是說 真的是 排便習慣改變 或者是真的有問題 真的來檢查的 那其實 我們也有看到很多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 跑來檢查 一二再 再二三 就需要再做一些檢查 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很年輕 二十二歲而已 他來他就跟我說 張醫師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覺得我得大腸癌 我說 你二十二歲 為什麼你覺得你得大腸癌 他說 我最近有看 上網查 Google 他說大腸癌症狀 我每一個都有 我說你有什麼症狀 他說 便秘 他說對 我便秘 然後一下又拉肚子 然後大腿又會流血 對 然後我現在早上起來 我先蹲在地上 站起來的時候 頭暈暈的 我好像貧血 然後我說 可是 可是你有其他不舒服嗎 他說 有啊像我這排便 我以前 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我都很仔細的觀察 我的便便 我說那便便有什麼改變嗎 他說我之前 我用屁股把它夾斷的時候 它斷面是圓形的 可是最近 這一個禮拜 它都變尖尖的 這個是這樣子吧 還在吃的東西 我說 這應該是跟你夾的 好像不用力有關係吧 這技巧不太一樣 技巧不太一樣 技巧不太一樣 好像吃大腸癌 先吃圓的還吃尖的 後來我又跟他講說 這個應該是跟你夾的 有沒有用力有關係 後來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不只是這樣子 我說 那還有怎麼樣子嗎 他說 我之前 因為其實我排便都很規律 我之前 一段大便我夾三次 所以馬桶裡會有三條 但是我現在都夾不斷 我說 這個 這個我覺得聽起來 沒有那麼像大腸癌這樣子 然後他說 不行你一定要幫我做個檢查 我說好 不然我幫你排個大腸鏡 檢查過來 果然是沒有什麼樣 像我婆婆也是三年前 然後也是得大腸癌 剛好65歲 然後就會開始 每一年就會定期做檢查 然後他在醫院做義工 然後 就剛好檢查到 然後就檢查到之後就發現 真的大腸癌第三期 然後到後來治療之後呢 現在已經好了 瓜哥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關於大腸直腸癌這個問題 剛剛有提到那個血便 因為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狀況 那我也很擔心的跑去檢查 是不是只要有血便就一定要去檢查 有血便就去檢查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對 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五十幾歲的媽媽 那個媽媽她就說 她被她女兒 被她強迫帶來我的診間 我說是怎麼樣 她媽媽就說 我沒有事情 我就是痔瘡 痔瘡流血 沒怎麼樣 我從生完小孩就有痔瘡了 到現在都二十幾年 這都沒有好 痔瘡不會好 後來她女兒很堅持說 叫我一定要幫她排個檢查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先幫你做個肛門止診看看 後來我做肛門止診之後 我就覺得不妙 因為其實像我們 天天在幫人家做檢查的 我一摸就覺得這個不對 因為我看那個媽媽 摸摸看我 這樣馬上摸到 那個要職場來摸到 因為你手指只有這樣子而已 對 很肛門那邊才摸到 沒事 因為我的媽媽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一檢查 我就覺得不對 對 後來做一個完整的大腸鏡 發現她腸子裡面真的長了一顆腫瘤 而且 真的拖 算是非常晚了 她來到這邊 我再幫她做起來講 她已經擴散出去了 我一問之下 她說她媽媽其實很久 就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說是怎麼樣嗎 她說 她媽媽的哥哥也是大腸癌 媽媽的哥哥的小孩也是大腸癌 後來我幫她叫大家不要嚇大家 偷偷講 對 現在講的都 這又不是問題 我有時候會有 她也是說想說那是治療 但是 我想要說其實大部分的血便 來門診 大概 我十個門診病人 大概有九個都是血便 其實這九個裡面大概有八個 大概又是 痴痤肝裂 沒有錯 像我自己有一個病人 像她一來也是說 她之前 兩個月前 在別的醫院已經做過大腸鏡檢查 可是她還是血便 都沒有好 後來再幫她檢查完 結果還是沒有 就是真的是沒有什麼事情 她又過兩禮拜回來說醫生怎麼辦 我真的有毛病 我說怎麼 我連小便都有點紅紅的 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我一問 因為我在彰化服務 彰化那邊算是一個 火龍果的一個產區 真的很多病人是因為 吃火龍果吃到血便 然後血尿 吃白的就好 不要吃紅的 紅的比較好吃 紅的超好吃 紅的很好吃 但吃下去真的有的人吃完馬上就血便 那第一次看到的病人都會覺得 嚇瘋了 都嚇瘋了 真的 我一個病人他50歲 他是因為卵巢囊腫 我幫他開過刀 其實是良性的 他說他乳房有纖維囊腫 看起來也是良性的 但是有一次就是 就是有一個名人 我已經忘了是哪一位藝人 就是得了大腸癌之後 他就跑來跟我說 醫生我常常肚子痛 會不會 不是你講的這個骨盆腔粘連 會不會是大腸癌 我說 我當然也不能保證 對不對 我說應該機率不高吧 不過你家族有嗎 家族都沒有 但是看大腸癌一來一多 我是不是要檢查一下 我說可以可以 他說你幫我介紹醫生 我就幫他介紹一個醫生去檢查 過了幾個他跑來跟我說 他真的大腸癌 他用大腸去檢查 一個息肉 息肉非常小 結果切下來是惡性的 他說很高興 初期 所以一切都很好 像之前余天的女兒 還有朱克亮他們有的時候 其實那一波真的 有滿多病人來 叫我們幫他排大腸進的 像我只有遇到兩個案例 一個案例 他進來的時候他才三十幾歲 他進來很大陣仗 他太太他爸爸他媽媽 還有他哥哥姐姐都來了 一票人就進來了 我那時候心裡裡面 以為他應該是別的醫院專人來的 應該是個很嚴重的毛病 我以為他接下來就要拿出 一點病理報告還有別院的資料給我看 不是 他就跟我說醫生 那個 我覺得我有大腸癌 就說 第一個我講說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你找錯科了 我不是開大腸癌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覺得你有大腸癌 他說 就血便 我就說 血便很多嗎 什麼顏色 是鮮紅的嗎 還是那種 拉出來是黑黑的 他說很鮮紅 而且亮 只要一大便都亮很多 我第二個感覺就是 一定是痔瘡吧 不然就剛裂 我說好不然你故事多裂好了 雖然我不是子鋼科 但是以前子鋼科有亂過 這個檢查還是很簡單的 我就剛門指檢一下 進去一拉 那個痔瘡自己就跳出來了 就很大 他就很大一個痔瘡 那我就說 像那個畫面 對 痔瘡跳出來 就這樣 繼續這樣一勾 他本來還在裡面 我繼續手這樣一勾 就滑出來了 當然我就把他推回去 再推回去 我再把他推回去 你可以推回去 我就把他推回去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痔瘡非常大 而且我看的時候 在上面應該是痔瘡在流血 然後可是 你知道嗎 因為那家屬的壓 因為家屬太多了 所以一個痔瘡癌 就感覺很奇怪 所以我還是幫他排在大腸癌 就好像剛才那位一直講的 只要有血便 其實就算我看他很明顯的痔瘡 我還是會幫他排大腸癌 當然那個照 當然就是沒事 就單純就痔瘡而已 但是還是有另外一個 就是也是因為 他是看到諸葛亮的新聞他來的 他40幾歲 他就來跟我說 他要做胃癌跟大腸癌 那我就說為什麼 我說你有症狀嗎 他說完全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他說 電視上那些名人都得到了 我想說我來做個檢查 我說好 我說如果你要同時做胃癌 跟大腸癌的話 你就做無痛的 我們就直接幫你 直接麻醉 然後上下一起做很快 結果他病得真的很好運 他做他真的大腸癌 第一期 那我那個個案呢 他其實出血之外 他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的糞便 他常常就漂浮在那邊 其實大家要注意 你的糞便就是你的好朋友 他可以反思說 你現在的身體狀況 真正一個好的糞便 他是有點 那可能也跟你前幾天吃的食物有關 但是他下去的時候 一般來講 他的密度會漂浮在水上 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漂得很漂亮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的糞便 突然有一天 那時候就要注意了 所以其實糞便的形狀改變 和體重下降等等 也是我們癌症十大死因理念的 一個危險症狀 在有一陣子 是韓劇很熱門的時候 那韓劇有三寶 就是車禍 癌症 醫不好 那大部分大家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就會想說 韓劇的女主角 男主角 最後是結局是如何的時候 就開始就是他來看病的 第一個動機 那我們曾經也遇過就是 韓劇演出眼癌 那就有一個大學女生 真的有眼癌這個病嗎 其實眼癌在眼科裡面是 非常罕見 很少 大部分都是一出生的時候 那種剛出生的胚胎瘤 造成了眼癌 那個是比較危險的 在成年人來講 很少見的叫做 那他是高度見識 那高度見識熬夜 就是看韓劇 看一看 那一集的結果就是 那個女主角得到那個眼癌 那他也是覺得 女主角的敘述跟他的那個 跟他很像 跟他很像 然後就爬了我們門診就 就跟我講說 林氏我覺得 我很像有眼癌 然後我就聽到這個名詞 因為我就嚇到 因為其實眼癌到現在來講 真的只有在小朋友看過 在大人 都是有看過案例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覺得他的症狀就是 眼睛有比較模糊 然後呢 單眼看不太清楚 然後有非文證跑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偶爾會看到那種亮光閃來閃去 但是他講了以後 我就想說 嗯 這個應該不是眼癌 結果幫他做了檢查之後 我發現 他是 過去之前有那個杜思梅 他就帶著那個銀眼去浮淺 我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去海裡面 我也是戴著隱形眼鏡 我甚至是挖鏡拿掉 我還有時候眼睛會張開 而且是戴著隱形眼鏡的 像有不好嗎 過去我們有一個案例就是 他跟杜思梅很像 那他就是大學生暑假 然後去那個綠島浮淺 那教練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想要看清楚 水中海中的那個很漂亮的那個海底世界的話 你就可以戴日拋型的隱形眼鏡 然後就可以去浮淺 那就看得比較清楚 他只有聽到前半段 因為教練有說 但是你浮淺完之後 請你記得把隱形眼鏡拿掉 因為那個教練還滿有概念的 但是因為那個大學生 就是只有聽到前面 就很開心 就戴了就下去了 那大學生其實 他沒有拿掉 他就繼續戴 晚上就是烤肉 然後繼續玩 睡著的時候 也忘了把這個隱形眼鏡拿掉 隔天起來開始發覺 視力單眼變得比較模糊 開始流眼淚 然後變得很刺痛 他就提早先離開 他真的受不了了 回到我們中部的時候 他就來做檢查 結果發現 他的隱形眼 還是黏在他的眼睛裡面 好 我們把他拿起來的時候 他就蠻恐怖的 因為他其實眼角膜 這個眼角膜已經有一個 白色斑點了 那我們當然是先處理 就是先把隱形眼鏡 他把它拿掉 就一拿掉之後 因為眼角膜它有五層 外面那是上皮細胞 就一整層就整個都撕下 那 那真的是很明顯的 腳膜感染 那這個情形下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 如果不治療的話 有可能會瞎掉 可能有人這樣也沒事的 對不對 對啊 阿布都沒瞎 我以前就是這樣子 對啊 不是每個人都會一定有事 因為我以前戴隱形眼鏡的習慣非常不好 即使是日拋的 我都可以戴到一個月上 然後呢 我都不拔隱形眼鏡 你說你一個月都不拔 我曾經有過 那你這樣拔 好強喔 你的隱形眼鏡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隱形眼鏡可能會乾 那我就打個哈欠 留一點眼藥 留一點眼淚出來 他就吃了 你現在聽的話不怕 現在回想起來 對啊 我覺得我那時候真的命大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其實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潰瘍 就是已經會發痕會痛 而且會胃光 然後後來我跑去醫院給醫生檢查 他說隱形眼鏡拔掉檢查看看 還好拔掉的時候 沒有跟著一起脫掉 阿布算是運氣很好的 因為我去年在媒體有報一個case 是一個SPA就是高三學生 他就是日拋也是帶到就是變色的時候會爛掉 他才丟掉 但是他更天才的是他用自來水洗他的隱形眼鏡 因為他認為自來水裡面有氯 可以消毒 可以殺菌 所以他就是每天就是 真的用自來水洗一洗 然後洗完之後就帶回去 睡覺也帶 然後結果他也是一樣發生單眼感染的現象 就是眼睛痛 紅 但是還是繼續帶 他就是跑去買成藥的眼藥水來點 但他不信了他買到的是消除疲勞的 就是他不是很涼很涼的那種 對他點了結果越點越糟糕 到最後他真的都看不到的時候 來到我們眼科 他整個白就是透明的眼角膜 整個都變白色的 他住院住了一個半月 好不容易治療好之後 這個眼角膜整個就像是刮壞的玻璃一樣 有一次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的眼睛 我就我的右眼就感覺裡面有異物 然後我就看到裡面他好像有一撮東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真眼 不是真眼 然後後來我就還去買那個洗眼睛的那個 放上去有沒有 看他自己會跑出來 就跑不出來 然後我就跑去看眼科 就醫生就把我眼睛翻開來 然後裡面呢 就是有很多我的眼睫毛 然後全部勾成一團 對 然後就很痛 那你要吃化毛膏啊 不要 用貓用的 然後他就先點一個什麼 就是麻醉 然後就幫我 那個腳裡面有那個那個 就是一撮毛穴 然後這樣夾出來 全部都卡在同一個地方 對 而且他全部都被裡面那個組織包起來 然後醫生就把它弄開來裡面有 十一幾根我的睫毛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眼睛這麼小 會卡這麼多東西啊 有說過嗎 這 其實這還算蠻常見的 真的嗎 對 其實現代人的眼睛 因為常 就處在比較乾燥的情形下 我是乾燥喔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睫毛會自動脫落 它被我們眨眼這個動作 慢慢 慢慢帶到眼睛的眼縫裡 但是因為 你的淚水不夠的人啊 他其實容易卡在我們那個 眼尖板的上方 那我們的細胞每天都在修復 那你卡在那邊如果排不出來 他會慢慢的把它一層一層包起來 好的 自從我們的大家長上台以後 他就變成一個美麗的標誌 亞斯伯格 對 亞斯伯格它其實是屬於 大家不要認為說 所有的自閉症都是亞斯伯格 不是 多數的自閉症 差不多有 6到7成 它是屬於智能不足 而且是中重度智能不足 這樣子 但亞斯伯格卻是自閉症裡面 美麗的另外一環 我們說得他是絕頂聰明 對 可是又分為 高功能亞斯和一般的亞斯 那像瓜哥講的這種絕頂聰明 其實不諱言 東西方都很多 那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的柯市長他就是 他自己也承認他自己是屬於亞斯 那亞斯本身呢 其實他有幾個特徵 就是第一個 他記憶力非常好 我們就以高功能的亞斯來講 他記憶力非常好 就像影印記一樣 他在跟你說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小學者 他就 而且亞斯一般來講 在小學的時候 他就已經覺得 他其實通常真正的亞斯大概 比較熟齡 對 他非常熟齡 但是呢 他只是一種 我就像剛剛講 影印記式的 他會背給你聽所有的課文 背得一字不漏 但是你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是 就像是 一直發生 你就看到一個收音機 一直播放那種感覺 而且相對來講 因為他們相對熟齡 然後呢 相對的亞斯有他一定的堅持度 他喜歡SOP的那樣子的狀況 所以通常你可以想像 這樣的孩子 在小學的時候 他是非常受到學校歡迎 常常都是學校的模範生 因為呢 如果老師叫他走右邊 他絕對不會走左邊 而且他會去叫其他小孩子走右邊 甚至晚上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他也要走右邊 但是呢 他最大的問題 就出現在國中到高中這個階段 因為這兩個年齡呢 事實上就是我們青春期 開始進入的時候 然後呢 受到同儕的影響 我們最在意就是同儕 當他們跟同儕在接觸的時候 他們就產生一個問題 像我們有一個個案呢 他本身是名校的一個 數理支優班這樣子 他在高一的時候呢 事實上就常常呢 會覺得這個千三我獨行 不必像是比較獨立性的這樣子 然後到了高一下學期的時候 常常呢 媽媽就會接到老師電話說 意思說 你這小孩子 就是說都不太願意 跟人家合作等等 你是不是應該要稍微去看一下 因為現在學校老師 都會有這樣的基本概念這樣 可是他不願意 他不願意帶小孩子來 因為他會覺得說 帶小孩子到什麼 身心高階被貼標籤 他就不想這樣 一直到高二的時候呢 他的成績明顯下降 不是因為他智力下降 而是因為他不願意跟人家合作 在做實驗的時候呢 因為他會覺得說 那些人都很幼稚 不應該跟我做 我要只能跟老師做 他是這樣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人際關係 造成他學業曾經明顯落差 那正好 正好呢 我們的柯市長那時候上台 然後呢 他針對雅思這個地方 他有一些 比較好像美好的一些形容詞出來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才願意帶著兒子 到一般身心科或精神科 去做一些檢查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覺得說 在邊緣狀態的時候 他說不是不是 他就是雅思 就跟柯市長一樣 哇他真的很聰明 如果沒有檢查出雅思不過 他心裡不是很開心 對啊 可是在早期時候 真的大家會不太爽 但是呢 真的因為柯市長關係 大家反而會把這件事情 當成一個很正面的一個標記 對 因為其實他就是在 我們青春期時候 開始要發展我們的社交中速時候 那個時候相對來講 他是那一部分 會有一些狀況這樣子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 哇他好像肌力很好等等 那是一個典型的雅思的一個個性 那一般來講 其實在臨床上面 我們會看到雅思 好像男孩子比較多 事實上其實呢 在精神醫學分析的研究上面 大概是差不多 4比1到5比1之間 女孩子也有 但女孩子為什麼呢 沒有這麼明顯 就是因為女孩子的 那個雅思的大腦 就跟正常健康男性一樣 這樣類似 所以我們會看到 很多科技業的女性 她其實本身就像是 穿著趴達的惡魔一樣 就是類似釀者概念 所以他們在某一些領域上面 他們是非常有成就的 對 我們只是覺得 可逼男生是雅思 那女生雅思伯格也是 女生的雅思伯格 她大腦的構造 她的整個呢 因為我們去做過一些 她們去做過大腦的研究 女生的大腦 那個雅思大腦 跟正常健康男性是一樣 所以她相對來講 就像一般男女之間的人際關係 我們女生 總是會比較細膩感情一點 但男生相對沒那麼細膩 這是一般我們對於 男女大腦認知的不同 女性的話 其實女性的AS 就是雅思 就跟男性大腦一樣 所以我們不會覺得她太奇怪 其實一般來講 雅思智商高 她其實會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事實上雅思一般來講 平均差不多有7到8成 我們還有一個遇到一個 也是男生國中生 她媽媽是空姐 爸爸是機長這樣子 對 她帶過來的時候 是老師非常困擾 為什麼 因為她常常在上課 就很習慣 就開始打手槍 旁邊有女同學看她 上課的事情 所以老師非常困擾 然後就跟她媽媽講這樣子 就是突然 國一的時候突然出現這樣子 後來就是媽媽請外婆帶 為什麼她那個時候 突然出現這狀況 因為她爸爸是機長 有一次就是飛機所往生 那就因為這個壓力 開始她就出現了這種打手槍 然後她帶到我們整間 所以她是從她父親過世的 過世的時候特別明顯 在白天也做 然後帶進來的時候 她的外婆就把她帶進來 帶進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問她說 因為他們就會有一個 老師一定會有個紀錄 要請醫生來看的這樣 我就看她上面 我說那你覺得打手槍這件事情 你之前有沒有 她說有 她就代表男生 這樣的話我就是男人 她的概念是這樣 然後她就開始跟你 滔滔不絕 就像一個小教授一樣 滔滔不絕 告訴我打手槍 是從什麼金賽博士 19多少年等等 一直講到西方也講 中方也講 第一次聽你會覺得 這小孩智商怎麼那麼高 事實上 這就是一個迷思 為什麼 因為當第二次她再見面的時候 在講到打手槍問題的時候 她會講 你不要講我來講 又開始倒帶一遍 一字不漏倒帶一遍 所以她對於養師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種錯誤的判斷 就覺得他們怎麼這麼厲害 但事實上她 永遠都是倒帶 所以當人家往前走的時候 她還是在那邊一直轉圈 那我自己有一個好朋友 她是雅思伯克的小朋友 對 然後她就沒有 就不是 就不是像你的 那麼完美 那麼理想 所以她在學校 就是同學會故意激怒她 她就打人了 那打人之後是誰的錯 因為同學比較聰明 反應比較好 她讓老師看起來是她的錯 對 然後有時候媽媽回去 去接她 找不到 她被鎖在廁所裡面 然後 同學有怎麼活動 連媽媽都會 故意排擠這樣的小孩子 所以其實 像面對這樣的小孩子 其實對父母親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 我們其實是可以做更多 更多這樣的 在這個方面 正面的影響這樣子 然後 我想跟那個小朋友說 阿姨非常的高興 能夠當妳好朋友 其實我覺得科幣這個事情 可以讓大家就是 不要畏懼去看精神科 對 因為大家都覺得看精神科 就是神經病 其實並不是這樣 像很多人有睡眠障礙 我們也都是轉接到精神科去 其實像之前我知道 有個案例就是 她那個小朋友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她上課上課 她會跑出去外面爬樹 就這樣自動 上課十幾分鐘 她就出去外面 就爬樹 她老師沒辦法管她 因為管不動 就請她媽媽帶她去看精神科 她媽非常非常的牌子 她因為說你把我兒子當神經病 對啊 其實後來因為科幣這些事情出來之後 她的觀點才改了 才開始帶她兒子去看精神科 是 我們請出瓜哥的女兒當代言 我特地寫代言 因為 實際上自從小禎公開 讓大家知道說 她得了這個多男性卵巢症候群之後 確實 台灣很多婦女 開始認識這個病 那 才發現說 原來 就是 尤其是十幾歲到三十歲之間的 小禎那個事情出來之後 就來一個三十歲的這個女性 她說她已經胖了五六年了 從五十公斤現在變九十公斤了 然後 真的是蠻快的一個 那一看 她說醫生說她 懷疑多男性卵巢 多男性卵巢 我心中想 大概看樣子就很像了 後來抽血擦完 果然就是 她說那到底要怎麼辦 我說 你大概知道什麼程度 她說我已經上網查過了 聽說如果是 還沒有生小孩 就要吃避孕藥 那如果要生小孩 就得吃排卵藥 我說對 因為這樣的病人 通常病沒有在排卵 她那很多小卵泡 並不排出來 那 如果 她說那如果不治療 因為避孕藥可能 可能要長期治療 我說對 如果你治療吃的話 唯一健保幾乎的避孕藥 一般 避孕藥健保不幾乎 它是可以讓痘痘全部消失掉 整個週期也變得很規律 皮膚當然也就變好 重點是說如果你不治療的話 你在過了一二十年之後 你是很容易得到心臟病 糖尿病 因為太怕了 子宮內膜癌 所以變成你不能不理會它 所以這種情形的話 我想坦白講 這是名人的效應 其實是真的默默的救了不少人 然後像我是子宮肌瘤 然後我應該子宮肌瘤 無法懷孕的就是我代言 之前啊 後來有懷孕之後 也是鼓勵很多 有得子宮肌瘤的 然後那時候我會去檢查子宮肌瘤 是因為我媽媽 我阿姨都有子宮肌瘤 然後因為我媽媽呢 是子宮肌瘤長到十幾公分很大 影響到生活 她就把子宮切除了 因為她沒有要生孩子 然後我阿姨是在生的時候 就發現她裡面子宮變形 然後裡面很多像小花生米一樣 這麼多的肌瘤 醫生就建議她就直接切除 因為那個也沒有辦法再懷孕了這樣 然後後來差不多30歲時候 我媽媽說那你應該要去檢查一下 因為我們家的女生都有這種問題 然後結果去檢查之後就真的發現 真的有肌瘤 第一次檢查是三顆 然後第二次檢查變五顆 然後第三次檢查 可是你魚都沒切嗎對不對 我都沒有切啊 第三次喔 第三次檢查就變七顆 然後後來再檢查 我總共檢查五次 然後就一直長 三五七九 最後已經第九顆了 對不對 然後就很緊張 怎麼會長激素的 就多發性的 怎麼都長激素的 三五七九 不知道 不是二四六八 子宮肌瘤 其實還有很多小顆 你不一定照得到 那子宮肌瘤它是一個常見疾病 實際上有家族性沒有錯 可是並不需要特別去想說 別人一定要家族才會有 因為太多 因為將近一半的人口長子冬肌瘤 那我覺得說這名人效應有些時候 政治界人為影響也不小 你看那個蕭萬長 或者陳建林副總統 這兩個副總統得肺腺癌以後 那在時間那個低劑量的電腦斷層都 都不少錢做 然後確實也找到不少這樣的 那這種情形在國外呢 一樣 你看那個麥克道格老師出來 講說我的咽喉癌 他說 然後他又講說口交會引起這個 所以也引起大家知道說 原來口交也可以傳染HPV 就人類乳酷病毒 然後那個東西也可以引起口腔癌 或者喉癌 美國甚至有一個藝人出來代言睪瘤癌 大家想說他怎麼願意這樣 他說我想喚起大家的注意 我去年好像看到那個 張維東 說他睪瘤一大一小有沒有 一邊是另外一邊五倍大 我說他有五倍大的 他收刑一看結果說 最常可能的原因是睪瘤癌 結果跑去看麥克 麥克又是個女醫師 你知道嗎 他說把他掏了半天 他覺得超尷尬的 結果後來是卵巢 沒有那個睪瘤的水腫 有一陣子 我們那個女生只要得到那個盲腸炎 我們跟他解釋要開刀 他就會痛 很明顯 因為等到盲腸炎 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做電腦斷層 有時候準備症狀一摸 抽血一抽就知道 就要開刀了 那個病人大概三十幾歲 我說你這個盲腸炎很嚴重 我剛才開刀 他跟我說 那你確定不是多囊性卵巢嗎 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覺得你是多囊性卵巢 多囊性卵巢沒有這些症狀 對啊 我就說 沒有啊 可是那個怎樣說 就講一堆 然後他就要求我在開刀之前 先幫他確診 他不是多囊性卵巢 我就想說 哇塞 三天半夜 我覺得他一早就來幫你看 而且 多囊性卵巢不是一個緊急的痛痛 不是一個急症癌 他也不會肚子痛 並不是 名人的效應 大家就覺得 名人都可以這樣站出來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希望是做正面的一個宣導 好不好 面對疾病呢 我們要勇敢的面對它 也要相信檢查的結果 謝謝 這場生活中 你是不是常常會覺得 昏昏沉沉的 記憶力不太好呢 這時候我們可以有意識的 動動我們的大拇指 首先呢 輕鬆的坐下來 將手舉起來 輕貼著你的身體 然後呢 一邊搭配著呼吸 一邊有意識的動你的大拇指 首先呢 你可以先吐氣 然後將你的大拇指 往下關到 掌關節的地方 接著搭配著吸氣 再把大拇指 慢慢的豎起來 如此反覆做十次 就可以達到 活化大腦的功能喔 多吃飽肝丸 其實還是需要肝臟代謝 要維持肝臟正常的機能 不如多吃一些天然的食材 尤其是富含有 維生素B群的食物 包括全骨類 瘦肉 雞蛋 牛奶 以及是綠色蔬菜 其實都含有非常豐富的 維生素B群 幫助我們肝臟解毒酵素 除此之外呢 維持正常的生活機能 避免過量的飲酒抽菸 其實也是重要的養肝之道